突然之间耳鸣是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林颖 黄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 突然性的耳鸣 很多病人可能会发生感觉很恐慌 突然性的耳鸣可以说 几乎每个人都出现过 只是有些人可能时间持续很短 几秒钟转视而过 但是如果耳鸣持续消失不断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急于求医 这种情况下 推荐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 首先要进行详尽的检查 排除是不是有耳部的一些 确定的疾病引发的耳鸣 还有一类患者的耳鸣 可能不一定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原因 这种往往是有多种混杂因素引起 比如长期的这种焦虑 因为工作压力导致的失眠 身体的其他的一些疾病 比如贫血 甲状性功能异常 女性的更年期激素的这种减退 很多原因都可以间接地引起耳鸣 可以说耳鸣是身体处于异常状态的一个警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生雅 枪亮星期待